台北故宫博物院有镇馆三宝美誉的 是范宽的西山行旅图 郭西的早春图 以及礼堂的万鹤松丰图 纯世年份早 第二个就是它本身代表了 在中国绘画史里面 很重要的宋朝的三个时期 近期收看两岸秘密档案 国宝揭秘 台北故宫镇馆三宝 2011年9月23日 台北故宫博物院的105 202 301等九个陈列史 都被人潮挤得水泄不通 许多人驻足在恒温恒湿的玻璃柜之前 仔细端详 连眼睛都舍不得扎一下 因为这是台北故宫博物院所举办的 精彩100国宝总动员的展览 许多故宫珍藏的经典作品 都在这次的展出名单之列 台北故宫博物院 从院藏的六十八余万件文物当中 以文物的历史性 重要性和稀少性作为考量 精选出133组国宝精品 其中绘画类就占了39件 在展出作品当中 最吸引大家目光的 是北宋宗派大家泛宽的西山行旅图 郭西的早春图 以及礼堂的万鹤松风图 这三幅北宋巨碑式水墨画 被称作台北故宫博物院的镇馆三宝 又有北宋山水三巨碑的美誉 他们为什么有如此崇高的地位 而镇馆三宝的名称 又是从何而来呢 台北故宫博物院 是中国著名的历史与文化艺术的博物馆 而大陆和台湾 对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镇馆三宝 有着不同的说法 一般想到台北故宫的镇馆三宝 第一个都会联想到的是 翠玉白菜 肉形石 还有毛宫顶 最受欢迎的 也就是观众票选出来的 最爱的 每次来想看的 也是比较容易看懂的 你看这个翠玉白菜 它是巧雕嘛 你到那儿看了以后 你觉得这个选材选得非常好 它柴的本身 翠玉白菜这块材料选得很好 然后呢这个雕工又巧雕 它善用这个 翠玉白的这个多元的颜色在上 怎么样布局 它的这个雕出的作品 这个肉形石是完全自然 当然稍微有一点点 那另外一个就是毛宫顶 那毛宫顶的话 这个重要的是 它是国之重器 是在于它的历史价值 以及它的名文 对这个书写的书法的影响 而且是对这个历史政治的影响很大 实际上 真正台北故宫博物院的镇馆三宝 指的是泛宽的西山行旅图 郭西的早春图 以及礼堂的万鹤松丰图 我们从艺术史的角度来看 也就是绘画史里面 自三户画 第一个就是纯世 年份早 第二个呢就是它本身代表了 在这个中国绘画史里面 很重要的宋朝的三个时期 1950年代开始 文物鉴赏家 同时曾经担任台北故宫博物院副院长的李灵灿 和多位艺术史学家 常在学术讲座和论文著作中 将西山行旅图 早春图和万鹤松丰图等三幅 北宋宗派大家的山水画并列提及 作为艺术史断代分析的佐证 于是在学界内 开始有了故宫三宝 镇馆三宝的说法 世界各大博物馆都有所谓的镇馆之宝 最为人所熟知的 当然就是法国卢浮宫的三宝 也就是蒙娜丽莎的微笑 双翼胜利女神雕像 以及维纳斯女神雕像 而台北故宫博物院向来素负盛名 据中国历代王朝所藏文物于一堂 藏品数量十分庞大 仅每数工艺品就多达五万余件 多为难得一见的西式真品 在台北故宫博物院镇馆三宝当中 堪称中国山水画中最雄伟的一座山 拥有故宫蒙娜丽莎美誉的画作 就是北宋画家范宽的名作 西山行旅图 范宽为北宋巨威市的山水画 树立了最佳的典范 这幅画也是当今世上 唯一一幅确认有范宽落款的作品 西山行旅图被称作 中国山水画的巅峰之作 因为他太有名了 就连根据金庸同名小说 改编的电视剧《笑傲江湖》当中 也出现了他的身影 西山行旅图 到底有哪些独到之处呢 他在流传的过程当中 又经历过哪些个坎坷 我们赌梅庄之中 没人能在剑法上 胜得过这位丰兄弟 那赌诸是什么 我们要输了 就把这幅画送给四庄主 哇 这幅北宋范宽的真机 你从何处得来啊 根据史书上的记载 范宽是北宋时期华园人士 华园就在今天的陕西药县境内 华园虽然穷困闭塞 但却是个出名人的地方 唐代大书法家柳公权 药王孙思淼都是华园人 范宽在年轻时 就已经在绘画方面享有盛名 并经常往来于开封洛阳之间 从事写生与卖画的活动 范宽他是个影师 住在山林里面 他一天到晚就是跟山林为伍 那当时找这样 宋朝的画家们 他们讲究的就是司法自然 那他完全是生活在自然里面 我们可以知道 就是到了北宋的时候 中国山水画已经到达了一个高峰 那从唐代 就是山水画独立 从人物画的一个背景 那么舞台 然后独立成一个独立的画科 那山水画就有一个比较快速的发展 那我们都知道唐代的山水画 最著名就是青绿山水 金碧山水 那么到北宋的时候 大家有没有发现 好像它颜色变淡了 然后以水墨为主 这就是一种水墨山水画 范宽长年生活在山林之中 山岳树林仿佛就是范宽的挚友 他的画作也就大多取材其家乡 陕西关中一带的山岳 具备式山水画是北宋山水的一个很大的特色 这是在这个所谓的构图方面 其实比较严格来讲是一种远近法的表现 那因为中国画没有透视 那谈的是一个远近关系的一个表现 那其实具备式的这种构图呢 事实上源于唐代 那正确的说法是高远 那个高低的高远 这个遥远的远高远 高远的话就是从山顶 山底看山顶 山谷看山上 就是一个这个仰视的一个视角 他把北方的那个山水井 画到了是那么的船身之外 他的那种浑雄的那种感觉 完全透过他的鼻触 能够表现得非常好 范宽所画的崇山峻岭 往往以顶天立地的章法 突出雄伟壮阔的气势 山路画则是以丛生的密林居多 成功地刻画出北方山鸾魂厚 势壮雄强的特色 因此被誉为德山之谷 与山传神 说起范宽画山 就不能不提到他的老师 京浩 这位大画家 常年居住在洪谷山 自称洪谷子 与山水的朝夕相处当中 对于画山水画 有许多深入而独到的见解 范宽直接继承了洪谷子的成就 而重要的是 他不仅只是学习老师的笔法 更注重的是领悟大自然所给予的启发 后人总结他的笔法 叫芝麻村 也叫鱼底村 所谓的芝麻村 鱼底村 就是用许许多多的小点点 一点一点组成起一个面 只有这样的笔法 才适合表现北方大山的质感 与磅礴的气势 范宽潜心学习京浩的画法 但不拘泥于京浩的画风 从三十岁开始 范宽就常年隐居在中南山 他的画风 完全是从大自然当中总结出来的 范宽的这幅西山行旅图 是使用丝制的绢作为画布 纵长206.3厘米 横宽103.3厘米 以浅浅的色彩作为精致的构图 据凡山川流水 高山岩石都能细心勾勒 且呈现出立体的空间感 至于人物 马匹 也都能够在尺寸极为渺小的限制下 活灵活现 明代董奇昌评价此画为 颂画第一 范宽画这幅画的时候 因为这样的画作 它有一个外号叫做范中立 就是它中间 它把这个大山摆在中间 它用的村法是雨点村 你细看的时候就是用中风笔 拿着中风笔很有力地点出来 这个雨点村 另外有人就说 他的这个一般对他的画是这么批评 他说他这个雨点村像铁钉 他这个线条呢 你看这些线条 他就感觉是像铁线 然后呢他说这个山呢 像铁筑出来的 然后这个 他的树呢 是像铁去浇的 就是整个感觉是 很刚强的感觉 松立在中央的主峰 右侧有深谷瀑布 另一边是矮小的侧峰 静静中央突出两块巨大的岩石 背后颇岸到路上 一列行旅 点出了画的主题 有中国画 不仅仅是看到 它那个大的结构 轮廓的部分 也看到它的细部啊 人物 非常非常小的人物 或者是说建筑物 或者是一头驴 或者他们背上的货物这些 本身那个细节都看得到 所以大到这个山水 云 气势 瀑布 这个轮廓 小到那个人物啊 非常非常小 那个细微的表情啊 都能够抓得住 这就是中国山水化 最了不起的地方 相较于唐代 作为人物化背景的山水 西山行旅途中 山的地位远远超过人物 它显示了中国传统的宇宙观 和大自然的生生不息 亘古不灭 人类则如同山中行旅 只是一届短暂停留的过客罢了 范宽的晚年 他事实上他有提出一段 非常发人深省的话 他说与其就是师古人 就是学自己的老师 或学这个唐代的名家 不如学师自然 不如师自然 就是要学习大自然 跟大自然学习 就是说跳脱这种模仿 那我们直接去学我们的 要表达的物相物件 对象物就好 但是这样还不行 第三阶段 就是它这个是呢 这个山水化理论的三阶段 到第三阶段就是要师心 就是学自己的内心 就忠于自己的感情 有人说西山行旅途 应该介于师自然 和师心的阶段 因为在范宽的这幅画作中 人和大自然之间 有着巨大的悬殊感 但是洞中有静 静中有洞 诗意在一洞一静中 慢慢显示出来 范宽的西山行旅图 这幅画呢 气势非常的围俄 高度有两百公分 很多人啊 站在这幅画的面前呢 会感觉到天地之间 这么辽阔 人这么渺小 那个人跟大自然之间的 那种互相依存的 那个关联性 就豁然之间就被开通了 郭熙的早春图 最为人所赞叹的 是她的灵气 她不像范宽的西山行旅图 雄伟严肃 反而让人产生了亲切感 她那个早春的景象 说明了宋神中 那个时间点上 瑞翼要改革 蠢蠢欲动就是说 我现在进集思动了 这个帝国呢 也要翻过来 郭熙是如何透过笔触 去展现早春的新气象的 两岸秘密档案 继续为您解密 西山行旅图问世之后 曾经被不少人收藏 后来 北宋有名的书画皇帝宋徽宗 将其收入宫中 宋徽宗本人对于这幅画 十分的喜爱 专门将它收入宣和画谱 打开西山行旅图 一座大山矗立在画中 和山水一起 映入人们眼帘的 还有不少收藏者的提款 而这些提款 也成了揭开名画 流传千年的唯一线索 那么这幅西山行旅图 究竟经历过什么样的命运呢 西山行旅图中 一枚玉书之宝方喜的 印文和印色 具有明显的宋代特点 可见这幅名画 曾经被收藏于北宋的皇宫 根据宣和画谱记载 宋徽宗曾收藏饭宽画作 有五十六件之多 元代著名书画家赵孟甫 就曾这么形容泛宽的话 画山皆写晴隆俊拔之事 大图阔福 山势逼人 朕古今绝彼也 当一个人心静下来的时候 你会听到很多声音 比如说在这里面 你会听到风声 瀑布的流水声 罗马的私叫声 还有这个主人的这个邀喝声 甚至从这个寺庙里面 远处传来的钟声 念经的声音 或是行人的脚步声 所以万物事实上 并没有离我们很远 而是我们心不够纯净 所以这张画很可能是在 表达这种所谓的 自己内心的关照 随着金兵南下 北宋灭亡 皇宫里的大量珍藏 流散于民间 其中也包括范宽的西山行旅图 而西山行旅图更被明清两代 文人末世珍藏流传至今 当中不乏民建商家 和多位皇室成员 经手磊家的硬件 多达22枚 光是乾隆帝的硬件 就有6枚 可见对其珍爱的程度 过去大家不知道这是范宽的作品 即便在明清的记录里面有说它是范宽 但是也没有人能证明 但是我们台北故宫 过去有流传一件趣文 就是说里面有一位工友 牛北贝 他都是负责这个书画处的 一些这个作品的收根范 他在挂画的时候 他某一天突然发现了 在这个书印底下 看到了这个范宽两个字 那么从此就被弹开了 西山行旅图中发现有范宽两个字 左证还有明代董奇昌所提 北宋范忠丽西山行旅图 至此西山行旅图为范宽所惠 以再无疑意 接下来我们来欣赏台北故宫博物院 镇馆三宝的另一幅画作 郭熙的早春图 郭熙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 用来形容山水画 他说远望之 以取其事 近看之 以取其志 这句话什么意思呢 这是说呀 看山水画 远距离看的时候 它得要有气势 要有大山大水的那种 崇山峻岭的事 而当您走近一看的时候 却不是空空如也 什么都没有 而要看出它的志 例如石头的质地 树干的基礼 松树的松枝等等 这些都需要很具体的去体会 更需要很细致的 有感情的将它描绘出来 有人形容 郭熙的早春图是具有灵性的山水画 它不像泛宽的西山行旅图 雄伟严肃 反而让人产生了亲切感 让人在欣赏早春图的过程当中 仿佛也走入了画中 在画中行走 看到了一个美好的世界 更会让你向往住在这个地方 让你想时时刻刻 都在这片山水当中游赏 这或许可以这么说 早春图是以它的灵气 进入了台北故宫博物院的 镇馆三宝之列 郭熙的画里画的是早春季节 宋朝的画家非常重视表达季节 季节本身就是万物的生命状态 这个所谓的四季的表现 这种主题 其实也是北宋初年才形成的 在唐代还没有听到 或者说并没有这种 所谓的四季一起出现 那么大概五代或者是北宋初年 大概大约都是十四季的时候 这种四季山水已经就出现了 有时候四季山水 它还会搭配四季的动物跟植物 郭熙在画面的最左边 以一行小字 提上早春 人子年 郭熙画 因此这幅画被众学者公认为 是郭熙的真迹 它也是中国历史上 第一幅由画者自提的画作 也因为郭熙自提了早春 说明这个早春时节 雅准备发 人准备动 是最生气蓬勃的时刻 是它那个春天啊 蠢蠢欲动的 好像快要万物要发芽的 那个动态感出现 这非常难 这个很难画 要怎么样让整幅画 让在我们面前的感觉上 它是动的 这世界是一个动态的 没有错 但是有时候我们可以用摄影 用我们的眼睛去观看 但是留在一个平面的 二维空间的画作上 又要让人觉得它有一点 忍不住就要发芽了 忍不住要想要开花了 那个感觉 那个灵动感 反映在这个上头 看郭熙的话 跟饭宽最大的不同是 有一种朦胧的光 比较不像是那么绝对的垂直线 或水平线 它是一个曲线 所以会让人觉得比较柔软 郭熙还有一个理论 它是说你画的时候 画这个画 画好以后 你的画是可以观 可以行 可以游 可以居 也就是说 这个人是可以在里面流通的 那也就是说 你在看他看北宋的画 或者是他的画 你会觉得是有灵动的感觉 公元1072年 宋神宗大力支持 王安石变法 早春图的利益 似乎也和时代的变迁 有着紧密而不可分的关系 所以这幅画 不仅仅表现出大自然的早春 也可以说是变法 力图复兴的早春 更是大宋王朝的早春之梦 他们的早春的景象 说明了宋神宗 那个时间点上 瑞翼要改革 蠢蠢欲动就是说 我现在尽急思动了 整个帝国也要翻过来 要有一个天翻地覆的更新了 这是那个契机 那个一个叙事待发的能量 开始出现 展现在这幅画作中 画家让读者看见 遭春 山间蒸汽 慢慢地向上升腾 暗欲天地解冻转暖 山巒在动 生命仿佛忽然被叫醒 有一种朦胧的光笼罩着 世间万物 正要透出一点点生命信号 这一刻 其实是春天最美的时刻 这或许就是画家高明的地方 郭熙是北宋著名画家 绘画理论家 他擅长画山水画 并与李成并称李郭 名列李郭范米的 北宋四大山水画家之一 郭熙画作的主要特征是 蟹爪枝与卷云村 而郭熙的早春图 是现存第一幅 在画中提名 并前有作品印记的作品 可见得郭熙在当时 确实得到了皇帝 宋神宗的赏识 郭熙山水画 不仅继承发扬了 北方流派的李成画法 还兼收并揽 柔和南方画派 及各家之常 深入大自然 保游欲看 历历罗列于胸中 郭熙更擅长用 高远 深远 平远 三远构图 巧妙布局 郭熙事实上 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郭熙大概是 十一世纪的人 那么他扮演一个 什么样的角色呢 就是把之前这个 五代北宋三家 山水画三家的传统 融为一辱 这个叫做集大成 为了表现春这个时刻 郭熙在绘画技法上 使用特别的卷云村法 以悬涡式的 或像是云团 卷在一起的方式 让画面产生律动感 说明这是一个 动起来的时节 这幅画以S型的构图 从右边遥远的远山山棱线 画一条线 由右而左 再回落到右边 像一条蜿蜒的龙 盘踞这座山 让整个画面 有了动态感 另外 山石已没在云雾中 有时有须 这是郭熙最擅长的 作画方式 它因为是 在这个构图上面 比较偏向于 南方的那种感觉 就是云气比较足 那我们再看 这个郭熙 在它的特质上面 它尤其画树 我们看它这个树 这个叫做蟹爪 对后面的影响很深 是蟹爪纹 郭熙的早春图 是用一种卷云春 柔柔软软的春发 让人觉得 这个整座山 松松的 柔柔的 有蒸气 往上蒸的那种气息 所以这幅画 在三幅画当中 是水气最盛的一段时期 但是我们没有看到一朵花 我们只看到很多枯枝 但是这个枝呢 已经开始往 有点往上 有一点往上 因为我们经过了 一个冬天就知道 有一些雪 压得很重的话 会把那个枝头呢往下压 可是因为你长出枝芽之后 它就会往上 你树干呢 被雪很重的 像从可能雪崩啊 或什么 它掉下来 整块啪 它就往下掉 可是因为新的树枝 枝干冒出来以后 它又有往上 既往上下又往上 这个就看得出来 早春的景象 随着时空流转 这幅画 辗转到了乾隆皇帝的手里 深居宫廷之中的乾隆 立刻被这早春的 山林气象所吸引 于是在画作上提了诗 乾隆皇帝呢 非常喜欢郭西的早春图 那他的 他自己本身书法也很好 所以他在上面呢 提了一首诗 他的意思就是说呢 早春的概念呢 被这个画家呈现得 非常的精妙 我们没有看到 什么桃李真春啊 没有看到很多五颜六色 我们只看到一点点 蓄势待发的发芽 我们只看到一点点 这个人间的春的 那种蒸汽开始出现 我们就能够体会 原来春还有分 春还有分 这个重春啊 或者是晚春啊 竟然有人愿意画 早春这个概念 把早春这个景象展露出来 这是一个很好的命题 也是一个很好的画景 估计苏氏也欣赏过 这幅早春图 他曾到 玉堂骤眼春日贤 终有郭熙画春山 其实郭熙明白 君子之所以爱山水者 是位了快人意 所以他在话论中 也一直倡导 人需要保持一颗灵犬之心 因为细腻柔软的心 会让你领会到 即便一个小小的气候变化 也能带来感动 李唐是一位爱国主义画家 在他的心中奔涌着爱国的热血 这幅画已经到了北宋的末期了 在三年之后北宋正式亡国 所以这件事情 如果再对照这幅画的话 有一种那种气势 就奔腾而去 一泄千里 然后再也不回头的那样的气势 李唐的画作中 有别于西山行李图和早春图 一个人物也没有 这又代表了什么样的特殊意涵呢 两岸秘密档案继续为您解密 台北故宫博物院镇馆三宝当中 再来要欣赏的是 李唐的万货松丰图 李唐是一位爱国主义画家 在他的心中奔涌着爱国的热血 在他的思想中 想的是复国大计 他的情绪是刚猛的 所以出现在他笔下的是 刚性的线条 急促的顿挫 万货松丰图 实则以强烈的笔触 表现出他内心 无法掩饰的复国情怀 更蕴含着特定时代的情感积蓄 为何在李唐的画作里 会有这样的构图与笔触呢 这和当时的社会氛围 时代背景 又有着什么样微妙的关系吗 李唐是北宋末期的人 当时的皇帝宋徽宗 虽然在政治上一无可取 但是他在绘画方面 却有突破性的政策 他打破过去 由他人推荐进入画院的习惯 以考试的方式选材 徽宗很重视画家对于诗意的想象力 并以其作为鉴定的标准 才华出众的李唐 当时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进入画院 更受到徽宗的重视 观至戴照 而万赫松丰图这幅作品 是在北宋新河时期所完成的 当时李唐七十五岁 正是北宋发生靖康之难的前两年 靖康之难发生之后 包括徽宗 清宗两名皇帝 嫔妃 画师济公等三千多人 都被掳往北方 李唐也是其中之一 后来他逃到临安 也就是杭州 或许就是这样的时代背景下 李唐的万赫松丰图 有了更深一层的境界 这幅画已经到了北宋的末期了 在三年之后 北宋正式亡国 所以这件事情 如果再对照这幅画的话 有一种那种气势 就是奔腾而去 一泄千里 然后再也不回头的那样的气势 那因为水流冲刷的急了以后 李唐用的就是一种俯坯村 因为泥土全部都被冲刷掉 留下来都是很坚硬的石头 那坚硬的石头像这个片岩一样的 一层一层的 就是好像会刮人的刀片一样的 那只留下了这个石头本身 没有什么柔柔软软的 又蒸汽又土壤的 松松冻冻那个情况 所以它的树根就裸露出来了 好像那个爪子一样的露出来 那这样我每次看到我也很担心 它会不会被冲倒 那个树好像随时要被冲倒 如果你在对照着这个北宋末期 即将要亡国的这个态势看的话 确实这个国家也是摇摇欲坠 很多史料记载 礼堂善于描写万物 生气蓬勃的朝气 让人觉得动感十足 加上它利用多变的村法 画中的山石 云 松 水等重要元素 都有了生命力 这幅画跟前面两幅画 有一个最大不同的地方 是它没有任何一个人 没有人的踪迹 没有人的踪迹 其实我们也可以在里面体会到 礼堂的心境 那时候它的孤寂 它内心里面的那种悲愤跟寂寞的感觉 还有就是那个时代过得太快了 冲刷的那个外战那种破坏的力量 土崩瓦解的那个力量 就崩坏的那个力量太大了 然后我又没有看到任何一个人 可以跟我作伴 可以跟我对话 呼应 所以我是多么的孤独 多么寂寞 那个心态也可以反映出来 南宋恢复画院后 礼堂惊人举荐进入画院 他画的山水画 对南宋画院有极大的影响 是南宋山水新画风的标志 监工人物初四李公林 后一折变为方折静印 并以画牛著称 礼堂的画风为刘松年 马远 夏归 萧照等诗法 在南宋一带流传很广 对后世影响很大 我们说北宋是中国山水画的黄金时期 从唐代开始独立以来 其实经过几百年的这样的一种孕育 还有就是这个发展 已经奠定了中国画的一个高峰 特别是山水画过去是陪衬的地位 对人物画来讲 那山水画开始超越人物画的传统 事实上就是在北宋 从此以后山水画变成中国画的代表 大概每个时代的最重要的画家 都必须要绘画山水画 比如说宋代以后的画家 你几乎清一色都是山水画家 只有少数绘画人物画 从题字可以知道 李唐画这幅画已经是七十五岁的高龄了 一般人不见得活那么长 就算能活到这个年纪 也多半垂垂老矣 但看万赫松丰图那么雄强的比例 真令人感受 李唐的生命力旺盛 非常人可及 我们在前面提过 北宋宗派大家泛宽的西山行旅图 郭西的早春图 和李唐的万赫松丰图 这三幅北宋巨碑式的水墨画 被称作台北故宫博物院的镇馆三宝 这三幅真迹 每隔三到四年 才能展出最多四十二天 一般的游客造访台北故宫博物院 十之八九都无缘见到 他们是如何被保存的 展出期间 又有什么样的特殊规定吗 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文物 成为台湾多元文化源流 极为重要的一部分 回溯历史 他们成了继数千年 华夏民族文化之珍惜 更肩负着开悟成悟的重大使命 然而这些重要的文物资产 平常就得小心保存和维护 对于书画来讲 我们在这个 当然所有的文物 它的保存都要一个合乎 这个文物的本身的 这个材质的条件 我们实际上按材质 去这个给予他们这个库房 或者展览室的条件 环境条件 那书画呢 一般纸张的这个文物 我们的这个湿度呢 都维持在 就是相对湿度的55% 不能再超过五个百分点 可是呢 每一个就是打个比方 如果你是设定在55 就是要很长的55 你不能 55% 不能说我一下是57% 一下是50% 这样的一个浮动 对这个纸张会有影响 台北故宫博物院的 镇馆三宝 每三到四年展出一次 最多展出42天 要能一窥宋代明家的 这三幅真迹 得多点耐心 作品展出时 最怕闪光灯 会破坏纸或捐 这类的有机物 而这些无价之宝 控管上也格外严格 那另外一个条件呢 就是灯光 灯光呢 这个灯光呢 我们就是要去紫外线 就是不能有紫外线 紫外线是会伤 伤文物的 所以在我们的这个 这个不论是库房 或者是展览室 我们的灯具是特别选的 不能有紫外线 另外就是一个安全 像我们进库房的话 一般是几道手续 而且能有库房钥匙的 也只有两个人 一个是处长 一个是研究员 或者是科长 再加上工友 一般是三个人进去 就是这个不会坚守之道 也就是进去了以后 三个人都要签名 而且现在不用签名了 就用卡 他一记录的话 你就要负责任 台北故宫博物院的 三大北宋名画 各有千秋 西山行旅图 雄伟大度 早春图 从容灵秀 万鹤松丰图 刚蒙岩石 都指一方牛耳 中国山水画 起源于魏晋 经历隋唐的发展 一直到北宋时期 山水画 才达到高度成熟 从选才到技法 都有极大的飞跃 宋代派别众多 画家人才辈出 这些附着着 微妙人生哲学的 中国绘画 过去由帝王所收藏 而如今 在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墙上 或是玻璃柜里 即使他们沉默不语 但是仍旧有着万丈光芒 抓到光芒 Song here when you're born